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度 7月5日一大早 王女士在家人的陪同下来 到了李慧丽东部医院感染科就诊 查胸部CT 兼致性肺炎 妙检 饮血 血化验 抗GBM抗体抗肾小丘基底膜抗体阳性 这说明病变已经累积肾脏了 立即请了肾内科专家会诊 于当天下午行 肾活检 结合王女士的临床表现 医生确诊为Good Posture病 目前统称为GBM病 这个GBM病科是属于肾内科毛病中的极重症之一 而且起病隐移 博弈察觉 早期血化验肾功能可以正常 像王女士这样 开始的临床症状像极了普通感冒 但也极可能被施了障眼法 一旦急性发病 死亡率极高 令王女士一家万万没想到的是 一直当感冒在治的普通病 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医生口中嘴 实惠及生命的重病 医生解释说 可能是由于病毒感染或吸入 某些化学性物质引起原发心肺损害 由于肺炮 臂毛细血管肌膜和肾小球肌底膜存在交叉反应抗原 故可以引起激发性肾损伤 发病前不少患者有呼吸道感染 以后有反复卡血 大多数出现在肾脏病变之前 肾脏病变主要表现胃血尿 蛋白尿 并会迅速进展至肾衰竭 医生申指这个疾病治疗刻不容缓 马上雷王女士开启了保肾之战 安排了强化血浆治患 糖皮质激素冲击 团林先案治疗 经过一个多月精心的治疗 王女士身体逐渐恢复 但再也不敢大意了 这回 真是死里逃生了王女士后怕的说道 医生再次提醒 发热 上呼吸道感染后 如果持续不愈 并且出现了血尿 蛋白尿 可能这场感冒藏有猫腻 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以免耽误治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